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不只是這些歐洲國家 不聽人名的 你看看大部分 比如說你看法國和德國 想要跟中國合作 都會稍微低聲下氣一點 我剛剛有個國家 這真的已經回我三觀 叫立陶宛來看 這立陶人經濟部長 現在講什麼 他說 他說經濟上完全盤除中國是不可能的 承認了立陶宛嗆中國很兇 立陶宛過去被中國壓制損失慘重 希望恢復跟中國的貿易往來 怎麼恢復呢 我們要跟歐盟還有世貿上訴 抗議中國欺負我們 逼世貿還有歐盟 叫中國不可以欺負我們 看我從來沒有看過 有人有求於人用這種態度的 我現在需要中國 我不是跟中國好好談 不是跟中國坐下來談 我找別人去恐嚇中國說 你不可以欺負我 賣我東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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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陶宛你是哪根蔥哪根蒜 我只能這樣講 來我跟各位說 過去的立陶宛其實都靠歐洲 它國小 所以靠歐洲的內循環 它就吃得飽了 可是現在歐洲自己不行了 所以它想加大跟中國的貿易 希望靠中國來救自己的經濟 可是用這種爛方法 你請問這是有求於人的態度嗎 我真是看不懂 那好你想跟中國合作 那請你先搞清楚紅線在哪裡 這個標題下得很好 來立陶宛外長說 不能讓台灣成為定格烏克蘭 到9月立陶宛的經濟部次長 到了10月25日立陶宛的議員跑來台灣 到了11月7號你立陶宛還在台北 設立什麼經貿辦事處 誰要理你啊 真的是誰要理你啊 阿他媽是恐怖力嗎 立陶宛這個國家 人口也不過兩三百萬人 兩三百萬人在台灣 大概就是比台北市 小一點的規模啦 所以表面上它是有什麼部長啊 什麼東西啊 人口這麼少 如果選得出來優秀人才 大概也蠻有限的啦 我們今天看看立陶宛這樣的表現 他忽視了幾個客觀的現實 第一個 他的出口啊 中國大陸佔的比重 花一半喔 這是很大很大的一個數字 第二個啦 他除了出口去中國大陸的地方 他沒有第二個市場可以塞這個 這個出口額度喔 他沒有 第三個 立陶宛沒有對外貿易活不下來 因為他人口太少 根本不可能有什麼內循環 內循環要怎麼循環也循環不起來 所以他天生的就是要跟周邊國家做生意 碰巧中國的未納量又很大 所以節節攀升 中國訂單就越來越多 結果啦 他這個沒事幹 就覺得好像美國會對我 立陶宛跟波蘭嗆中嗆最兇啊 對啊 中國惹你嘛 我覺得很奇怪 沒有惹你耶 大概是美國後面稍微散動一下 中國你新疆怎麼樣 現在美國不講了他也閉嘴啦 他自己也不講啦 然後動不動就說哎呀你是專注國家 我是民主政體喔 我是人權你是沒有人權的 這個國家好像瘋了啊 真的啊 真的真的是瘋了 真的是瘋了啊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 哪個地方不對勁啊 他旁邊的艾莎尼亞 哎呀好像還稍微正常一點 對喔 所以拉脫維亞好像還正常一點 他不曉得哪一根筋拉脫線 選了一批很年輕的這個小夥子啊 什麼 就是什麼總理啊 就是部長啊 然後那每天正式不幹 整天喊口號啊 跟著美國人屁股喊啊 那自己國家呢 通貨膨脹你20%而已啦 沒有很多啦 20很高好不好 他認為沒有很多啊 怎麼辦呢 人家不認為有問題嗎 你是怎麼辦 20 嚇死誰了 通貨膨脹20啊 拜託 對啊 他不認為有嚴重啊 你也沒辦法 那在現在啊 他經濟嚴重蕭條 叫苦連天 那這個政府的支持度啊 掉到了 比民進黨還要低12% 所以現在急啦 怎麼辦呢 走中國 用這種方法 可是命值拉不下來 因為這個經濟部長 外交部長也好 本來想說 喔 台灣有台積電很有錢啊 你中國好我不理你 你不理我沒關係啊 我跟台灣要錢啊 結果台灣啊 好像給他個20億吧 怎麼這麼少啦 我想像中應該是2000億啊 想什麼美啊你啊 對啊對啊 然後更搞笑的時候 台灣有一段時間 什麼游錫君帶頭要喝藍姆酒 台灣誰有個蠢 游錫君誰有個笨 那個藍姆酒是拉丁美洲做了 以後在那邊加工 轉賣到台灣來了 立陶宛哪會有藍姆酒呢 喝酒都知道立陶宛只會加工 因為他有德國來的加工 做酒的技術啊 所以大家互相騙來騙去 他一想 台灣不是要免費給我錢嗎 怎麼還有這些條件呢 後來想一想 他一年出口 他中國大陸賺得比這個多多少 那就乾脆在台灣設立一個 以為是立陶宛駐台代表處 現在改了 叫立陶宛經濟貿易代表處 也改了 連駐台北也沒有 駐台灣也沒有 通通沒有啦 所以搞得吳釗燮 我同意輝文講話 吳釗燮怎麼還有好意思 留下來 他去美國當大使代表也太大了 趕快去 拜託趕快去 是不是 應該到帛琉去啊 這樣每天游泳 對他身心健康比較有利 來 那吳釗燮再去的話 台灣真的獨立了 因為邦交國都沒有了嘛 獨自站在世界上 就自己一個國家獨立了 所以這個 你講了這個立陶宛 我真的不知道 真悲哀啊 真不曉得怎麼形容啊 就好像被甩掉的那個女生啊 你再不立我我自殺了啊 那你去死吧 所以問題就是說你自殺好了嘛 問題就是說 就是太被忽視了 一點顏色都不給他 他只有喊的聲音更大 所以一邊罵一邊有求 所以就跟那個失戀的那個一樣 精神分裂嘛 分裂 這個講起來這個大國相爭呢 在這個投機分子裡面 一把金沒有投到啊 所以這蠻可憐的 因為什麼 你要投機你要有點本錢嘛 對嘛 你要人家需要你才能投機 你根本沒人需要你 你在那裡當什麼馬賢族呢 所以說我們還有比他更笨的咧 那立陶宛有什麼 給你許諾一個代班處 你就送人家錢 他還有什麼更笨的 還買了個假酒喝 我記得中南美洲RAM最好喝嘛 從來沒聽說過立陶宛的 立陶宛有來不喝 這是什麼鬼扯啊 我那邊還有 有人送文啊 我有兩罐 對啊 你是到尼加拉罐那一車啊 我跟你講 這個限制油價這個案子啊 更好笑 你已經偷偷買的國家已經不少了 你限制買的是不是價錢貴更高 黑色的吧 更高吧 那更貴 第二個誰賺錢你知道吧 美國可以供啊 是啊 對啊 所以我就懷疑 歐盟是被美國擺一罩 美國叫他這麼做 實際上是美國要賣你更貴的油 要不要傻傻的 怎麼會做這種事呢 你怎麼限價嘛 是你要啊 不是我要啊 對不對 俄羅斯說你不買沒關係啊 多的是人要啊 有的地方去賣啊 那你再買不到你怎麼辦 那不是價錢更高 你通膨是不是更嚴重 美國價錢四倍 變六倍啊 而且 剛剛講白紙運動 我在法國看很多抗議啊 這個罷工那個罷工 什麼都罷工 意大利也是這個罷工那個罷工 他們罷工跟吃小菜一樣的啊 真的啊 我有一次到威尼斯去玩 我每天都嚇死了 又聽說航空公司罷工 又聽說 回不來啊 我也罷回不來啊 這個旅館都訂好了 他們罷工失控平常 真的失控平常 所以今天我們看這個世界局的笑話 真的是 看不完的了 烏克蘭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